檢視與參照 首先第一個我們切到Lookout這個函數 其實這個Lookout函數 它主要目的就是輔助那個像vira函數沒辦法做到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函數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查了編號在這個範圍 那相同的位置 不同的範圍如果我要取到姓名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可以插入函數 檢視與參照 裡面找到 假設我今天用Lookout函數 所以在這邊L開頭的Lookout函數 然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兩個 我們找第一個 其實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請問一下你要Lookout value 其實這個中文意思應該有點像 Lookout你要查什麼資料 意思是說你要查的東西在哪裡 那其實就查這個005 第二個是Lookout vector指的是你要查的 那個資料呢 它在哪個範圍裡面 所以它在 這個範圍裡面跟他講一下 那 REOUT vector意思說 你要在另外一個範圍裡面的相同對應到的位置 你要告訴我那個範圍在哪裡 所以它會有一個對應關係 比如說找005 他這個地方會在 這個範圍有沒有 給他一個範圍嘛 他會這樣往後找 找到第五個 那相同對照姓名的 相同位置 所以他也會往後找 找到第五個 幫你把那個第五個 幫你帶過來 所以劉鴻鈞就帶過來 你會發現劉鴻鈞就帶過來 指的是相同的 那個位置順序 那總銷量的話呢基本上就是找另外一欄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要換總銷量的話 那其實只要把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呢在總銷量這個地方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 B3到 B10把它改一下這個範圍 打個勾 那這樣的話總銷量就做出來 那名次的話一樣用貼的 不過其實理論上這樣用貼的 如果說將來那個藍數多的話 其實也蠻不方便的 最好是什麼做一個向下拉就好了 不過 LUGA函數沒有辦法 但是V2函數可以 待會我們再看 如果用V2函數再做一次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然後這邊的話呢範圍把它改一下 記得把B欄改成業務水準 一樣的範圍 就是 找一樣是找這個編號 帶回來相對位置 打個勾 最後幫我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向下選舉 把它置中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如果說我今天輸入004好了 然後編號換一下 Enter 有沒有他會幫我把張宏財的 這些資料帶過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003 Enter 不過你會發現啊如果這邊假如說 每次都要自己Key 很麻煩 最好的方法是 最好下拉清單 有沒有當你選了其中一個 他就自動幫你 帶底下的資料過來 那不是更方便嗎 所以 後面假如說我用LUGA先做完之後 那上面部分呢請你把它改成下拉清單 這邊有沒有辦法做個下拉清單 OK如果你要這邊做個下拉清單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在Excel裡面有個資料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功能裡面的話 主要就是可以幫我們做一個 下拉清單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 這個蠻重要的如果你工作裡面有很多下拉清單 那你就什麼 自動帶出來資料不就好了 所以你下拉清單選完 自動資料帶過來 那可是問題 第二個如果今天希望在這邊變一個清單出來的話 首先 我的習慣 會先把這個編號怎麼樣 變成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要怎麼定 我前面好像講過吧 編號 向下選取 包含欄位名稱 公司裡面有一個叫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他的名稱呢 剛好就在頂端列 一定要選 頂端列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就會多一個編號 他的範圍剛好在這裡 有沒有 頂端列 OK 那我們有一個 名稱叫編號 那我將來如果說要把它帶到這邊來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資料 資料驗證 OK 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資料驗證裡面喔 他預設的話 是任意值 請你把這個任意值 改成什麼呢 改成清單 這邊有個清單 有沒有 那所謂的清單就是說呢 原來是隨便輸入任何東西都可以 那現在呢 我可以把它變成清單 可是問題來了 你這個清單要有個來源啊 那我來源的部分的話喔 如果你剛剛沒有建名稱你可以選這邊啦 他一樣帶過來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個建立的名稱你按F3 他會出現 編號 那你把編號 放到這邊來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下拉清單就產生了 我們可以選一號 一號就出來了 選二號 二號就出來了 OK所以喔 我們 剛剛建立 這個清單喔 記得我做兩個動作喔 一 把這個編號 到底下範圍選取 切到公式裡面喔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喔 按確定 二的話呢 記得到 那個資料旁邊喔 資料驗證 把它變成清單 來源的話就是這個範圍 那他就會幫我把怎麼了 這個清單裡面的資料 自動幫我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我可以用選的喔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 向下拉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幫我 產生 這個東西 選取其中一個 自動帶出 對應的資料 過來 OK喔 所以請各位練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 姓名到業務水準喔 利用那個Lugar函數喔 幫我做查詢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喔 再把那個上面的編號喔 做成 就是 下拉清單形式 哈 好 對不對